一眼就可以饱览大新竹的夜景 横山乡的乐善堂拥有媲美日本韩馆的百万夜景 大旗东古道假日更是有不少登山客来见习 但是周边道路年久失修 破碎凹洞 多次造成了单车骑士跌倒 为了保障用路安全 乡公所将会争取经费来改善 驻着登山帐刚爬完大旗东古道 游客沿产业道路一路走下山 但路坑洞不好走 甚至还有骑脚踏车摔车 横山乡公所要争取经费来改善 这一个跟我们大旗鼎这个古道 就是我们的一个步道 可以从乐善堂一直到我们大旗鼎 可以用走的步道 那也有一点多公里 那常常这个假日的时候 大概有800人左右 那平常日都有一百多人 那在这边走路 那他们是成一个环状的 那目前大旗鼎步道 我们公所整修 维护的相当的不错了 那目前只有这个地方呢 可能就是说路面比较差 我们是希望在今年里面 能够请水保局协助我们 斜坡地形产业道路 全长2.2公里 从乐善堂一路延伸到 海拔705公尺高的 大旗洞顶峰良亭 每到假日登山与观光客 每天超过600人次 但15年来从未修过的路 多处碎裂坑洞 大雨积水还会打滑 多次造成自行车骑士跌倒 担心高龄与小朋友受伤 去年乡公所兼取水保局补助 已完成刨铺前段800公尺道路 剩余1.4公里也急需改善 只见地面东一块西一块 水泥补丁像狗皮膏药 原来动态生附近 善心居民帮忙填补 避免受伤事故发生 有一些坑坑洞洞 我们要避开来 偶尔会有比较多早上爬山的 就要避开来 很多有一些全家的来的 或者是说有老人家 就比较危险 亲子来践行的三代的也有 所以说造成这些老人家 和小孩子的行走的安全很危险 包括最近这几年很流行的铁马族也很多 那更造成他们的伤害 我常常有听到人反映说 那个骑脚踏车下山的 这个农路都摔倒受伤 不只需重铺1.4公里 还要完善L沟排水系统 粗估需要尽千万修复 公所将向中央争取经费 提升观光品质 也让农产运输便利 保障用路安全 中央争取经贸易 不执行都没有 感谢观看